漫天黄沙中 几期深度分享经典 欢迎收看老少说电影 控制住所有人后 黑街客抓住银行经理 逼他打开保险柜 经理谎称不知道密码 立刻被剁掉了一根手指 把风的桑尼看到一个美妇人 秒秒停停地从眼前经过 愣了一下后赶上前问 你是叫多利吗 多利很疑惑 桑尼从驼包里取出一打子一毛钱小说 简直就是一套西部名人路 那些传奇枪手 比如狂野比尔 比利小子 杰西詹姆斯都在其中 有一色正是描写多利的 有情有义的妓女 正在请求多利的签名 不料一对边境骑兵进城了 银行内黑街客等人 已经将美金装满托包要撤离 银行保安正要举枪 当然黑街客的枪更快 枪声立刻引发了 马匪与边境骑兵和治安官的 混战 因为马匪占据了有力位置 交战中占了上风 黑街客得以戴上前全身而退 不幸的是 有情有义的妓女多利 被榴弹击中 桑尼赶紧上前扶住她 无限伤感地 眼看着多利死在自己的怀里 因为同伴受伤 桑尼放下多利 救气同伴迅速逃离 一直跑过一个晚上 天亮时一行人到了一处山谷 受伤马匪实在挺不住了 一头栽下了马 伤匪无法接受被秃鹰着实的后果 恳求黑街客帮忙结果她 黑街客冷冷说了句 我不想浪费子弹 就继续向前了 只剩下菜鸟 桑尼不忍心丢下同伴 她小声嘀咕着 我从没杀过人 最终在同伴的苦苦哀求下 颤抖着拔出了枪 桑尼哭着对跑回来查看的丧叔说 我想回家 正说着枪响了 技匪巡警赶到 桑尼大腿被打伤 她只好上马与匪帮一起 继续打马狂奔 一番激烈的追逐加枪战 不料拖着前代的马匹 中枪倒地 美超漫天飞舞 黑街客白忙活一场 也指得忍痛继续逃亡 技匪巡警收回美金 也停止了追击 在漫天沙尘 鬼哭神豪一般的狂风中 马匪一星人迷失方向 走进一条幽暗狭长的隧道 也不知走了多久 走出隧道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 前面竟是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的室外桃源 看到前面沐浴着金色光芒的小镇 黑街客提醒大家 提高警惕 时刻准备战斗 一尊神像般坐在墓园前的 印第安老酋长 默默注视着马匪经过 这是一座十分安宁的小镇 人们用奇怪的眼神 看着这帮似乎很奇怪的棋手 没走几步 就见带着警徽的警长走出警局 黑街客暗暗扣动扳机 警长热情地打招呼 黑街客谎称他们是犯牛帮 因为被马匪打劫才流落至此 身无分文 倒霉到家了 没想到警长极为豪爽 不用担心 这里是友善的庇佑珍 在这里有人照顾马匹 有医生为伤员疗伤 酒馆里的酒水饭菜 旅馆里的床铺 全部免费 马匪们乐得我靠牛掰 口头语全出来了 警长特别警告 唯一的要求是 不可有泄毒的语言和行为 黑街客表面答应 心里全然不在乎 他注意到警长副警长都没有配枪 黑街客带人进了酒馆 有人猜测小镇里的人 可能是门多派教徒 门多派是基督教中 极为保守的一个派别 信仰特征包括 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 及亵渎语言等 黑街客疑惑地说 我发誓在哪见过那个警长 桑尼和商员 跟着小镇美女白玫瑰 来到医生家 桑尼忽然觉得医生好面熟 很像一毛钱小说里的一个人物 回酒馆的路上 白玫瑰问桑尼 你杀过人吗 桑尼看着白玫瑰的背影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天色暗了 马匪们在酒馆里喝得正嗨 忽然听到教堂轰鸣的钟声 黑街客等人注意到 小镇里所有人都匆匆赶去了教堂 桑尼独自在街边读着传奇小说 看到白玫瑰从教堂出来 桑尼赶过去向他坦白 我只杀过一个人 他求我那么做的 我不能让他活着为了秃鹰 白玫瑰问 干嘛一定要告诉我这些 桑尼说 只是不想你误判我 我和他们不一样 第二天清晨 桑尼正在打水时 警长从身边经过 打过招呼后 桑尼忽然发现 警长酷似十年前被刺杀的 西部传奇枪手 桑尼比尔 桑尼比尔做过三年的西部警长 1876年在牌桌上被刺杀 他的枪手生涯被传送至今 跟随丧叔来到杂货店 桑尼惊奇地问店主 没有人说你很像杰西詹姆斯吗 杰西詹姆斯是西部有名的 银行和火池劫匪 但被民间传说成 罗宾汉时的英雄人物 1882年遭到自己帮派成员的暗杀 店主承认确实有人这样说过 桑尼说我读过好几本 关于杰西的小说 两个人说话时 藏书偷了几大盒子弹藏在身上 尽管店里的东西并不要钱 黑杰克看着窗外 似乎文弱的小镇居民 对手下说 真受不了这种文质彬彬 你们可以出去杂花了 马匪们立刻打马上街 呼啸狂奔 另有几个马匪对着教堂的大门 投掷飞刀 警长请黑杰克制止手下的野蛮行为 被黑杰克傲慢地拒绝 警长平静地站在教堂门前 请他们停止投掷 但马匪根本不在意 继续投掷 警长一动不动 天空忽然阴云密布 雷声滚滚 当第三名马匪举起刀时 天空暗黑如夜 桑莉看出了小镇的诡异 墓园前的印第安老酋长 似乎能预知死亡 默默拖走了尸体 桑莉似乎喜欢上白玫瑰 晚上等着她走出教堂时 一辆神秘的一马车驶入小镇 教堂里的人们出来迎接 下车的人令桑莉大吃一惊 正是三天前死在自己怀里的 有情有义的妓女多莉 车夫递给警长一枝玫瑰花 对她说 星期日的中午 我会来接你回家 转天早上 桑莉故意跟随医生 然后猛喊医生 Holiday掏枪吧 看到医生下意识的掏枪反应 桑莉肯定的说 你就是Holiday医生 Holiday医生同样是西部传奇枪手和牙医 除此之外 桑莉也注意到 副警长就是赫赫有名的比利小子 桑莉还认出了农夫 就是著名的枪手左撇子斯拉德 当马匪疯狂踩大他的菜园 并向他开枪时 农夫暴怒之下用铁锹 结果了马匪 但随后他就痛哭着 对安慰他的白玫瑰说 八年了 还有两年我就可以回家了 随后大家目送着农夫 想做错事的孩子 跟在印第安老酋长的身后 默默走向了墓园 回到酒吧后 桑莉不经意听到 黑杰克正在下令 在休整一晚 明晨离开 走之前洗劫护佑阵 而此时的桑莉已经喜欢上白玫瑰 喜欢上护佑阵 他匆忙在河边找到了刚游完泳正穿衣服的白玫瑰 桑莉惊奇地发现 白玫瑰脖颈上一条明显的勒痕 他关切地问 你就是砍死父亲的背地 白玫瑰倾着眼泪回答 我是亚利桑莎州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女人 但他们却从不在意我那混蛋父亲 从十二岁起就霸占我的身体 眼看着桑莉与白玫瑰一起走进了教堂 黑杰克对丧叔说 我打赌这小子透露了我的身份 教堂内桑莉恳请警长带领大家行动起来 抵抗黑杰克 他说我知道你们的厉害 你们每个人对付他都绰绰有余 警长说明了原委 必要正是大家的第二次机会 如果十年内不伤害别人也不被害 我们就可以回到真正的家 也就是说不反抗我们会完蛋 杀掉马匪我们同样完蛋 桑莉留下一句 你们活着时都曾是我的英雄 随后无奈地走出了教堂 不料刚到街上就遭到了黑杰克和叔叔 一通死命的暴打 在诊所里桑莉对警长和白玫瑰说 我理解你们 明天我会自己对抗他们 桑莉也终于赢得了白玫瑰的阴阳两格的爱情之吻 天亮了 马匪们开始被马 准备一场血腥的劫掠杀人 镇上的人们都纷纷躲进了教堂 白玫瑰正在为找不到桑莉交集 只见桑莉全副武装 亮亮腔腔地站在了大街上 并对着副警长表演了 鲜熟的持枪手法 桑莉看到侄子成了敌人 恶狠狠地说 不要亲手杀了他 终生停止前的关键时刻 在桑莉誓死如亏的精神力量感召下 警长改变了主意 他说 这个孩子为了他爱的人可以去死 而我却早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 该为谁而战 医生劝为警长 再有几小时你就可以圆满了 但警长心意已定 扔掉玫瑰花 决然走进警局 打开了封锁十年之久的枪械柜 印第安老酋长再一次遇见了 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 终生最后一响过后 狂野比尔 比利小子 杰西詹姆斯 这些生前就已是传奇的人物 与桑莉站在了一起 四个人表现出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的英雄气概 在黑杰克命令放火 并安排了两边顶楼的埋伏后 警长等四人大步上前 再一次请求黑杰克和平离开庇佑镇 但黑杰克野蛮地辱骂了警长 两名马匪立刻举枪 谁知警长出枪快如闪电 桑莉看呆了 原来一毛钱小说的描写 言出有据啊 对峙中 埋伏在二楼的马匪 刚要偷袭 忽然遭到一枪毙命 原来医生也没有走进教堂 一直在诊所里等待机会 一场5比15的西部小镇 鸡头大战就此拉开帷幕 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经典 每一枪都夺人性命 几个回合下来 马匪大部分被消灭 一直担心桑莉的白玫瑰 以为枪战结束 打开了教堂大门 看到桑莉后 静止跑向他 不料桑叔随后出现 桑莉迅速将白玫瑰拉到身后 桑莉杀死了叔叔 自己也遭到致命一枪 但桑莉却感到一身的轻松 警长拍拍他的肩膀说 欢迎加入我们 桑莉很开心 白玫瑰却哭了 警长刚刚解下胯枪腰带 就听到黑杰克大叫 虽然战局对我不利 但我希望比一比 是狂野比尔的枪块 还是我黑杰克的枪块 黑杰克死到临头了 倒是很乐观 看来我要加入你们了 警长说这里不属于你 随手又补一枪 死亡使者 印第安老酋长又出现了 他先是带走了黑杰克和桑叔 老酋长直接将二人 投入了地狱之火 显然他们没有任何机会了 随后像带走农夫一样 老酋长又将警长等四人 带上了地狱之路 因为他们都破了杀戒 刚刚走进地狱之门 忽然听到一马车的吆喝声 老酋长停下了脚步 车夫显然是神的使者 使者打开车门 回家吧伙计们 造物者虽然严厉 但他不是瞎子 大家都围到了马车前 使者对桑尼说 上车吧孩子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 桑尼看了看白玫瑰 坚定地说 我选择留下来 警长狂野比尔 很欣赏这个年轻人 摘下警徽 交给了桑尼 然后登上了马车 这部影片的很多场景 比如沙漠追逐 小镇枪战 都呈现出经典西部片 日落黄沙的画面 和动作风格 老少特别查证后得知 原来本片编剧 戈登道森 正是日落黄沙的导演 萨姆佩金帕的助手 也许本片所表达的主题 有些陈词烂调 关于生死 关于善恶 关于爱情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确实很好看 借用一句台词 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一些错误的选择 会使人永远失去灵魂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还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老少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